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始之前请你们 打那个like 打这个subscribe 和打这个longlong 不是我的longlong啊 欢迎来到 流水 流一声吹水 有你準備 终于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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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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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就是有些人讲有可能我们有些人要拿那个疫苗去卖 但是这个又不大可能 因为如果你要打疫苗的话 你是需要那个Mysetra还有你需要那个slot来放进电脑 讲你有打了这个疫苗 所以如果你要打这个疫苗 你要偷的话 要给另外一个人的话 其实你不是要偷那个疫苗 你要偷那个slot 所以这个slot呢 如果是投入的话 就是要有可以注册到Mysetra还可以 所以有可能不是卖疫苗 但是如果真正是要卖疫苗 可以卖给一些好像外劳 因为他们是不需要任何那个Mysetra的注册 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 第二可能就是有可能那个跟你注册疫苗的人 其实他是anti-vaxxer 就是他不相信疫苗 所以他自己不相信疫苗 所以他就可能没有跟你真的打那个疫苗 所以很重要是如果他们是有这种vaccination center 那个PPV 他们要确保全部的员工有打过疫苗 如果是有打过疫苗的员工 就没有可能是anti-vaxxer 第三有可能是每个人你一直重复做一样东西 你难免会有一两个时候 一时会露出 I mean 会少做一些东西 比如那个打疫苗 他要抽那个疫苗出来 后来要打进去 要按那个针 所以一二三 一二三 就好像如果你上车的话 你要放进锁石 要按那个阴晴 你要穿bell 你要看那个mirror 所以如果这个三个东西 叫你一天做 重复的做五十次 我很肯定你会露掉一次或者两次 好 所以很多人去问 到底打空针危险不危险呢 它是什么 空气 空气很新鲜 空气吸进去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打进你的肌肉的话 其实它从肌肉那边 它自己也会吸收掉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打进血管 会不会跑去心脏那些 其实不会 因为那个空气是非常的低 如果它进去血管的话 也是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可能在中医方面 你会讲 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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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中风 第二个 比较危险的就是讲 你有一个错觉 你已经被打疫苗了 所以如果当我们很多人已经开放了 全部人有打疫苗了 但是你自己没有那个免疫系统 你就会被感染到咯 所以如果感染到的话 不只是你自己有问题 但是人家也会对那个疫苗的信心减低咯 比如 你看到你讲 诶 他一次打疫苗 他还会中这个病毒 所以变成一个心理不平衡那种 后来就很多人就感觉他被受骗那种 所以就会引起很大的洪洞 但是我觉得 这个 空针的是很小数咯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 要怎样去确保你有打疫苗呢 就是 在你打疫苗之前的时候 看清楚 那个人是不是从那个 拿出来那个针 是不是有水 然后那个水 那个疫苗一定要打进去 所以现在政府已经 允许我们拍照 但是你不要 你只是拍那个针 你拍那个水 进去里面 不要去拍selfie 不要去拍那个vaccinated fee 不要去拍那个 跟你打针 ok so 记得 不要咬 不要含啥 好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 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需要了解那个整个病毒的结构 还有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 ok 这个免疫系统 其实在医学系的时候 我是不大喜欢 毒的一个渴慕 ok 但是毒了过后会很复杂 然后很头痛 然后就需要吃Banadol 所以 就你看我为了你们吃Banadol 快快点去subscribe我的channel alright so首先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病毒 那个病毒你看到这个照片病毒呢 它是那个包装 那包它的那个夹是叫Nucleoclepsid 所以N ok 然后第二个呢 是很尖尖出来 就好像流连出来的 就是那个spy protein 是那个S ok 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讲 我们的疫苗 Sinovac 中国疫苗是整个那个病毒 比较弱形状 ok 所以那个N是有出现到的 但是 那个Az 那个英国和Pfizer的疫苗 是对着那个S protein 来产生那个抗体的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两点 然后过后我会重复 ok so我们要讲这个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呢 有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那个 我们叫先天性的那个免疫系统 这个先天性的就是好像 它就是产生抗体 但是它没有记忆的 就是它任何东西 外来的 它就会有那个抗体 ok so这个就是好像 你的家有那个alarm ok 这个alarm 它其实会想呢 ok 大多数不是因为有贼进来 大多数是为什么呢 有狗啊 有猫啊 有鸡啊 有鸡啊 有牛啊 有马啊 有恐龙跑过 给亲戚过来 他也是会想 有时候 有时候 邻居太大力 对下来 他也是会想 所以很少数是因为 有那个贼进来 会想 就是等于 如果你打了这个 啊 疫苗 你就会有很多 那个副作用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先天性的 那个 那个啊 免疫 ok 然后第二个 部分of这个免疫就是那个 适应型的 适应型就会认 就是好像他认 这个人 是贼 他alarm 还会想 这个 不是贼 他alarm 不会想 这个是亲戚 虽然他的脸很像贼 他还是不会想 所以这个适应型的免疫呢 也是有分成两种 所以你看几复杂 ok 这个适应型的免疫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讲 体液 体液就是humeral humeral 就是humeral immunity 就是那个 抗体 我们就是antibody ok 不是antibody 是antibody ok 这个抗体呢 他也是有别的名字 他另外一个名字是 immunoglobulin immuno就是免疫 globulin就是 球蛋白 是globulin ok 不是globulin globulin是 那个妖怪 alright 所以这个 他们短称成ig 所以有时候你咽血 包括看到有igm 就是短性的抗体 igg 就是长期的抗体 alright 还有其他的ig 有iga igd ige 这个是体液的适应型的免疫 另外一个就是细胞 适应型的免疫 这个细胞有什么细胞呢 两大细胞就是 那个领巴细胞 第一个是B lymphocyte 或者人家短称为B cells 另外一个是T lymphocyte 人家短称为T cells 这个T cells 这个B 为什么B呢 B是因为它是从脊椎骨 Bone marrow 脊椎骨 你知道吗 那个骨中间 很多那个 也算不脊椎骨 是骨髓 是那个 骨中间 那个髓髓 如果你去巴兜巴虾 他们有喜欢煮那个 me gearbox 那个gearbox 其实是骨来的 肯定是羊骨 里面是那个骨髓 可以吸出来很好吃 所以另外一个是那个T cells T是它其实是Thymus Thymus就是你的胸腺 就是你的胸腹这边有一个腺 一个 那个Glan 就是这个Thymus Glan 所以这个T cells跟B cells 它会 记住这个 Covid-19的病毒 这个细胞 它就会如果你中到 真正是有这个 感染到手 它就会很大反应 派出很多这个抗体 antibody出来 但是这个antibody 是在体液 但是要靠这个B cells T cells来 跟他们派出这个抗体 很复杂哦 OK 所以有些人如果是没有 没有那个副作用的话 他就会想 我是不是没有得到任何的那个抗体 不是 它还是 你还是有抗体 但是抗体 没有产生那个副作用 然后 虽然你的抗体不高的话 但是如果你有那个Memory T cells B cells 它有记出来 它过后如果有感染到 它还是会很快的产生这个抗体出来 OK 所以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抗体 有没有增加呢 也是要靠你的身体 OK 比如 如果你打了那个疫苗 你的抗体 也是有些人不会增加到很高 OK 有很多情况 比如你的免疫系统低 I mean 如果好像你有糖尿病 免疫系统比较低 OK 如果你是有打化疗 你的免疫系统比较低 年纪比较大 也是会低 还有很多情况 好像如果你不吃水果 不吃菜 很压力 睡太迟 睡太早 吃太多榴莲 讲太多话 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太多男朋友 太多女朋友 你 不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是有时候会免疫系统低 OK 但是就是讲免疫系统低的话 那个抵抗力就会比较低 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要几时咽 OK 要几时咽这个抗体呢 因为如果你一打下去一秒的话 不是讲抗体直接就过来 就是有 这个抗体还是你身体的反应 所以通常有些人讲 我们三四周过后还去打还是咽 OK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咽太早的话 抗体还没有生 咽太迟的话抗体已经跌了 但是这个抗体跌不代表你的 那个细胞 细胞适应型的免疫已经跌 你的细胞还是在记得住你这个 这个病毒 然后如果你有感染到 它就有很大的反应 OK 所以我们讲回这个抗体先 所以这个抗体呢 就让到人家很多很很很很紧张 我们是不是要咽这个抗体呢 OK so 我们回去再了解 记得一次那个 那个病毒 它的那个包 那个夹 就是讲它的那个C 那个N 那个Nucleocapsid OK 是N OK 然后那个一只一只的尖尖的 它留了那个是它的Spike protein 是S OK 所以 我们要记得住就是讲 嗯 现在我们市场上有就是那个Rapid Test 就是它滴一点点的血 就验得到了 那个是YEN for NTN OK 大概是费用20-30这样 另外一个是抽血 要Send去那个Lab的 OK 有什么Lab 有Pantai有啦 Nusis有啦 那个Sunway有 这个是YEN for Anti-S OK 所以这个Anti 就是抗体Antibody OK 短层Anti Alright so这个Anti-N 是给 如果你有种到那个病毒 你的Anti-N 跟Anti-S 就会增加 如果你有打那个 中国的Sinovac Anti-S跟Anti-N 就会增加 所以如果你用那个Rapid Test的话 你就会看到 诶 是有Positive 你有那个抗体 Alright 但是如果你是打 Pfizer 美国 你打Azac 英国的话 你那个Kit就验不到 你要去那个Lab 验 就可以验得到 那个Anti-S 所以在Lab的时候 他们又没有跟你写Anti-S 它跟你写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IgM Neutralizing Antibody 第二个就是 IgG Immunoglobulin 如果你还记得 我刚才讲的东西 就是 Anti-Body 其实就是 Immunoglobulin 不是Globulin 是Globulin 是 IgM Ig 所以 IgM跟Ig 其实是 一样 是Anti-S 来的 所以 你们要明白 就讲 这个是抗体 只是免疫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是体液抗体 另外一部分就是 细胞的 适应抗体 所以这个细胞的 细胞的 适应型抗体 是要讲 Yen 在Malaysia 是没有 OK 然后在 美国是有 但是也是 很少人用来验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的费用 蛮贵 然后 它也是 不能确保 你有了 这个 细胞的 适应型抗体 那个免疫 你可以 减少 你 减少 你没有 中 病毒的 风险 所以 它不是100% 准确 这样你要讲 怎样还真的是 准确知道你有这个免疫呢 就是我们要看 如果全部人 有打了这个疫苗 打了过 是不是很少人 中这个病毒 这个感染 如果是很少人中的话 意思讲 大家都有这个免疫 大家就有这个 适应型的细胞 细胞 细胞 适应型的那个免疫 所以 我们 英文 就讲 clinical infection of the vaccinated vaccinated patient 是最 最 most accurate 就是最准确 来看 到底你有没有这个免疫 OK so 如果你 咽这个抗体 这个抗体 是有增加 或者有这个抗体的话 证明 就可以 大概可以 证明 你是有这个 细胞 细胞的适应型的免疫 但是 如果你咽 你的那个抗体 是比较低 或者你没有抗体 不代表 你是没有那个 细胞 适应型的免疫 明白没有 ok so 第三道问题是讲 我需不需要打 第三支针啊 这样这个第三支针 在外国呢 他们就 其实是有看 那个抗体 是不是跌了 所以他们要打 但是 我们要看 我们的主要性是什么 不是 那个 体液的 适应型的免疫 我们要看是大家有那个 细胞 适应型的免疫 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民 全部已经打好 第一支 或者第二支针 这样就打第三支针 不是因为 你看你的那个免疫 跌了过后 你就要去打 因为你那个抗体跌的话 抗体只是你 你的那个其中一个小部分 你咽不到你的那个细胞的 适应型的那个免疫 明白吗 所以 如果好像一些国家 以色列 他们已经全部人 很多人打了 这样 他就可以打第三支针 ok so 我们呢 最好是等到 全部人 很多人 已经七七八八 七十八千 八十八千 打好了 如果真的是需要 我们来打第三支针 ok 然后 最后一个 第十道问题 最后一个就讲 你需不需要 你可以不可以 告 Kairi 或者那个 JK JLV 那个 打疫苗的那个团体 讲你是可能打到空针了 ok 如果你真的是有影片 拍得到他是 I mean 那个打疫苗 真的是没有打疫苗进去的话 然后 你真的是得到了感染 然后真的是感染很严重 你就可以去搞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拿那个报告讲你的抗体低啊 还是你的抗体没有啊 那个只是一个其中一个部分 那个适应型的体液免疫而已 你还不能证明 你没有那个细胞上的 啊 细胞 适应型的免疫 ok so even 你验到那个细胞适应型的免疫 也不代表 他们没有跟你打 因为 他可能跟你打 但是你的自己的身体的反应 产生不到这个免疫 ok 你要明白 JK JAV 就是Jawatan Gwosa Jaminan access vaccine 他给你access to vaccine 他不是Jaminan Ada Immunity 他不是JK JAI alright ok 所以 就到这为止啦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 写你的comment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 很有作用的话 就share出去啦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你打这个like 按这个subscribe 还有 就是打这个longlong 还有share出去给你的朋友